一樓鐵門拉下 破損屋頂天花板塌了 二樓外牆是鐵皮 窗戶一般都不見了 這棟兩層樓的專造建築 位在台中市 中區城公路上 看起來殘破不堪的老房子 會激起購買意願嗎 你現在就是賣出去的那個 賣相來看當然是不會 但是以低端來看應該是會啦 太貴了 買了也要整理吧 對啊 整理也是要花一筆錢的 如果是我 我不會去買 它可以整個買下來 然後蓋大樓 看似不起眼的老房子 從內正部實價登陸查詢 發現這個建築物 土地登記52.33坪 建物面積有38.4坪 最特別的是建築登記在民國三年 屋領已經有104歲 但它在2018年11月已完成交易 金額高達2200萬 換算下來單坪57萬 幾乎等同於台中七起重劃區的豪宅單價 台中市政府在這幾年 自律於中區的都市再生 包含鐵路高架化 讓這些商圈又燃起了一絲的希望 包括美食核心 台中第二市場 還有外籍移工最喜歡的東協廣場 年輕一代熱愛的公園眼科 統統都在台中中區裡 而百年老屋分比由蘇信中信 兩人各持有二分之一 分析是說有可能是後代子孫 繼承後處理上一輩的資產 以該地地平僅52坪來看 應該不太可能是建商固定 它倒可以蓋到大概七八層樓 再扣掉它的開發成本 土地的品效的話 應該會上看50萬到60萬之間 應該買方有精準的算盤過了 近期台中市不管是市區 重劃區甚至蛋白區 土地價格飆漲 但重點都在地而非房 這才能高齡104歲的老房子 在交易過程中 以2200萬出脫 中區活化 就連残屋房價也都蘇醒過來 東三新聞吳君祥 張成員在台中的采訪報導